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趁着付钱的时候偷偷地摸一下老板娘的鲜鲜细手 于是吃醋的老婆们就不满意了 以你今天又去吃豆腐了来训致丈夫 以后吃豆腐变成了男人轻薄女人的代名词了 而另一个故事是 据说在古时候家里办丧事有吃豆腐的习惯 丧家准备的饭菜当中一定要有豆腐 所以去丧家吃饭吊宴 叫做吃豆腐 也叫吃豆腐饭 以前江浙一代农民家里有了丧事 要把一具尸体从家里移到坟地里去埋葬 就需要邀请一些村里的强壮小伙子来当帮手 到吃饭的时候 主人就在院里或门前摆上几张桌子 端上饭菜 请帮忙的乡亲们吃 但这个时候也会有个别的游手好闲之徒 忙到没有帮 却也坐在桌上开始吃饭 因为是家里办丧事 即便主人发现了这些人也不会碾他们 办丧事的饭菜比较简单 以豆腐为主 因为豆腐是白色的 丧事也被称为白事 有些去帮忙的老乡 因为特别忌讳跟人家说 今天去帮忙办丧事 而是说去吃豆腐饭 那些不干活而去蹭饭的家伙 也说他是吃豆腐的 所以从这里开始 吃豆腐就变成了占便宜的意思 上世纪三十年代 上海就开始流传这句 或为幽默而带有些讽刺的新词了 生活中比较典型而常见的 是个别男士爱跟女士开玩笑 甚至动手动脚占点便宜 就被人置之为吃豆腐 还有说法是 豆腐具有色白 面细 稚嫩 性软四个特点 恰于年轻女子肌肤白皙细嫩 而性情柔软的特点相契合 所以吃豆腐 后来就被特指为 男人占女孩子便宜的意思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